重新摆设客桌椅 把点心摆盘 槟城慈濟幼儿园五六岁班的学生 欢迎客人来拜年亲切的接待 进来的做什么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互相拜年 在同学们的招待之处 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小姐妹里面 然后等着招待 这里面也跟他们一起开开心心 一起享用新人的饼干 然后有很多新年的凡的气氛 过新年穿新衣 怎能错过展示的机会 孩子们在老师的协助下 举行一场新春服装秀 走上舞台然后拿着麦克风 跟着更多的人说出自我介绍 还有说出新年的祝福语 然后也展示自己身上 这个漂亮的服装 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每当卸下一张年笠 幼儿门又有不一样的提升 大家先往黄毅琴 马来西亚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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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